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一盘新鲜的尿死肉丝 丢一颗爆笑的鸡蛋抓一把奇妙的拉面 哇 这东西能吃吗 它当然不是吃的 它是听的 它是 十 九点江江棍 哦 热哦 嗯 好吃 咦哈 欢迎来到十九点抢转棍 我是今天来陪大家的健光哥 对 很难得听到我的声音在这边代替强哥发音 对不对 没关系特殊状况 强哥呢 刚刚手术出院 可是呢他又马上咬着牙 忍着痛到大陆进行他剧团的推广的工作 所以这个礼拜会有像昨天的狼姐 还有呢 向哥哥 不过向哥哥因为塞车塞在路上 所以健光先开始开开的麦克风先带打撑着一下 那呢 向哥哥呢慢慢来安全比较重要 你在机轮车上应该听得到广播 不急 那狼姐啊 向哥哥啊 还有接下来还有像十九哥跟点姐 都为来帮忙强哥来代班 强哥呢真的很辛苦 为了剧团呢 拼了 没关系 今天端午节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The Time is High I'm not the kind of girl Who gives up yours like that Oh no Tide is high But I'm holding on I'm gonna be your number one The Time is high 白让涛涛 这是Blondie 金髮美女合唱团唱的歌 说到白让涛涛 光哥呢最近就刚好看到一个 跟渔夫有关的新闻 蛮有趣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日本啊有一个叫 Fishman Japan 渔夫日本的单位啊 他们最近就推出了一项服务 就是让呢那些在海上工作的渔夫 打电话给你Morning Call 叫你起床 而且啊你知道吗 除了叫你起床之外呢 这些渔夫哦 还会跟你进行男人间的浪漫对话 就是趁你还赖在床上的时候啊 跟你闲聊他们很充实的捕鱼生活 而且啊在确定你完全清醒 元气满满下床之前 渔夫们是不会挂电话的 而且啊这项服务是完全免费的哦 除了设定时间 然后输入你的名字 你的 你的电话 要Morning Call你的电话嘛 你还可以在网页上看照片 你可以挑挑看是要哪一位渔夫 帮你Morning Call 而且啊因为啊 大部分的渔夫都是在 黎明破晓的时候就起床 然后他们在早上六点之前 就要完成他们的工作 所以不管你想多早起 他们都能够奉陪哦 都是你完成 你希望你指定的时间 他们都在那个时间打电话 给你叫你起床的 听起来很像诈骗集团哦 好像那种要叫你加入 老鼠会的那种感觉一样 不过这都是真的啦 这是呢为了要 日本那边为了要让日本的年轻人 对于捕鱼这项呢 逐渐没落的产业 能够多一点了解 还有多一点认同 而且啊这群打鱼的男子汉 只会跟你聊聊 他们早上发生的捕鱼的趣事 不用担心他们会强迫你加入 一起跟他们当这些渔夫啦 真的很辛苦跟不简单哦 你想这种渔夫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行业 你必须在海上跟海浪搏斗 然后呢 你也不知道出去之后 鱼货量到底是能够多少回来 可是他们还是为了让大家多了解 这个辛苦的工作 他们愿意去做一个这样一个渔夫 Morning Call的一个服务 就是为了让你对他们这个行业多一点了解 那因为了解呢 你也才也许就会多一点点认同吧 他们愿意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其实很了不起 台湾其实像我们现在很多人 你觉得只是会抱怨说 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就放弃了 那像强哥 他为了剧团辛苦 可是断了脚筋还是 继续努力在做 出院的第一天就跑到大陆去了 音乐同工之妙 加油 音乐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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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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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博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谢谢阳 博士谢谢你再度来到我们节目 其实夏天真的到了 可是讲到防晒 好像男生真的比较不怕晒 好像看很多 很少有男生在什么擦摸摸擦擦擦防晒 好像都是女生比较多 大概分两个状况 第一个男生的确比较不怕晒 再过来男生的确比较懒 通常都不怕擦防晒 男生为什么真的比较不怕晒 就皮粗吗 还是就算了 第一个是 第二个有一个认知 我们被太阳晒会黑 对不对 变黑其实是一个身体保护自己的作用 因为变黑以后 你就比较不怕太阳晒 那大家会觉得男生一般来讲 肤色都比女生带的黑一点 所以没有错 男生基本上跟女生相比 是比较不怕晒的 那黑人最不怕晒 对没错 那比较黑的黑人 大概我们通常讲防晒系数 有个SPF嘛 30 50 黑人本身的肤色 大概SPF有5左右 他们自己本身就有 自带防晒 没错自带防晒 那可是黑色不是 人家不是说黑色会极了 就是像穿 人家说尽量 就像买车不要买黑色的车子 不然你有时候门一开进去 车子里闷的就是吸了过多 那他们对他们来讲说 那个热不会全部吸过来 不是更应该要防吗 应该说他那个黑色素本身 他把紫外线吸收之后转成热能 那那个紫外线本身 就不会对你的真皮层造成伤害 对 那当然第二点是男生的皮肤的厚度 的确比女生来的厚一点 脸皮厚 对脸皮厚 这是真的 对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就真的就学习上来讲 对男生比较不怕晒 可是通常啦 当发现男生被晒上机会 比女生多很多 为什么 因为通常男生都不防晒 所以英国还是有的 对 那像那那 可是怎么讲 那可是男生 男生跟女生的 因为说真的 真的要说的话 男生还是得防晒 就是还是要做 那男生女生会有差吗 其实基本上跟男生女生 没有什么差别 防晒比较有差别是看你在什么场合下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防晒 比方说我通常最常举的例子是 有人可能他很开心 他买一个他觉得很好用的防晒 然后擦了之后他觉得 哇我可以尽情的拥抱下热阳光 所以就刻意穿个短袖啊 然后也不撑阳伞 然后一定要走在那个马路中间 有疏运的地方他也不走 那还是很容易会被晒伤嘛 可是到过来 如果说你可能只差一个 简单差个防晒 可是你戴了帽子 你穿了长袖 你有撑阳伞 那你都会走在那个 有阴影的地方的话 其实你就比较不容易被晒伤 对 所以防晒这件事情 它其实不是只是说 男生女生或什么夏天冬天 那就是看你在什么样场合下 你要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 很难割谁的 对 好 说到防晒 我觉得呢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虽然说 这几天廉价了 天气还是阴阴的 可能大家觉得不用去做这个 可是夏天真的快到了 防晒工作真的很重要 对很多妈妈 尤其听我们节目 很多小朋友的妈妈 其实都还很年轻 其实不分年纪 但是都还是要做好防晒 如果你对防晒 就像强哥讲的 我们是现场节目嘛 怎么能不开放call in呢 如果你对防晒有什么疑问 或者是对于防晒的一些 或者心得好了 你自己防晒的心得的 优优 或者呢 你觉得你的妈妈 你的妈妈们是怎么做防晒的 什么都是包绷带包着整个出去 不要这样 然后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8369-3398 8369-3398 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的博士呢 一起来分享 另外呢 也可以跟我们的像哥哥来聊聊 好好的聊聊防晒的工作 好多哦 好 现在呢 别挤 慢慢来 是 像哥哥很匆忙的进来 跟我们一起聊天 是的 今天呢实在是被高速公路害死了 哇 今天这个夏天到了 尤其是端午节 那这个到处都有龙舟比赛 然后大家都去看龙舟比赛 或者是都去参加龙舟比赛 至于到底要怎么防晒呢 防晒有分很多种是不是 应该是说 比方说像刚刚像哥哥你说 华龙舟好了 华龙舟是一种水上活动 那通常如果 你要去从事水上活动的时候 我们会跟大家提醒大家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防晒不是你早上出门擦了以后 它就 它就是金刚不坏 就无敌的 不是吗 对 你要想哦 你会流汗 是 如果你在水边玩的话 水会一直泼在你的皮肤上 所以防晒水的时间 是会被这些被你的汗水 或被这些海边 河边水带走的 所以如果是从事户外水上活动 记得大概每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左右 要记得补擦一次 这么勤啊 是哦 像哥哥通常 这个一直都是出门 就是这一次了 中间能不补就不补 这就像刚刚跟那个 健光哥讲到的 为什么男生容易散上 通常男生对于防晒这种东西比较不拘小节嘛 可是当然你要想哦 在水上活动的时候 除了说水会把防晒带走之外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水是会反射阳光的 啊不是说躲在水里面会 哦没有没有 如果你记得去游泳池游泳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游自由式 那理论上我的 我的正面应该晒不到对不对 是 不会啊晒得很均匀啊 怎么会呢 它阳光一样会到 紫外界到水里面再反射回来 它是可以帮你晒得很均匀的 还有这种加热的效果 不要觉得说你在水里就晒不到 不过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通常一般来说 我们在游泳池的时候 就在室外吃 所以在晒到太阳 我们通常不会擦防晒 是 因为你想想看 如果在游泳池里面 大家都擦防晒的话 那个水面会浮得一阵子 很油啊 对 那其实不大 大家会觉得不大卫生 不大舒服 所以如果是在游泳池里面游泳 是不需要擦防晒的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是不是要来接 低通的call in 我们欢迎宁一轩 哈喽 哈喽 宁一轩你好 哈喽 你是先生 还是小姐 从你的名字 宁一轩 宁一轩先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啊 因为 一跟轩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呢 其实有很多男生女生 都会用这个字 好 你的名字取得很好听啊 宁一轩 对 那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 什么呢 就是 我想分享 我以前在暑假去一个地方玩 叫花莲 花莲啊 暑假去花莲玩 跟谁呢 跟一个团体 跟一个团体 什么样的团体 跟一个偶像团体吗 一个少女团体吗 跟一个很多 共学 跟 共学 共学 共学啊 对 共学团体 对 就是大家一起 共同的去学习的团体 没错 哇 好棒哦 那你们去花莲学了什么呢 呃 就是 去玩啦 哦 好 那 那个太三次飞了 我不想讲太多 不想讲太多 是 那去花莲玩的时候 有发生什么 就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有两件事 一件就是 缩轻 一件就是 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啊 悲哀 我就讲缩轻的事情好了 就是 老师叫我们 涂那个 防晒乳气下水 但是我涂的不是那防水 就是不防水的 就是 一涂下去没有用 就直接冲走了 直接 就没了 我就很不想要那个 我就不想要涂啊 就很麻烦 因为 就是 有涂等于没涂 是啊 那 那怎么办呢 一下去就没了 就后来有晒伤吗 没有 没有晒伤 那有晒黑吗 就是 黑妈妈 黑妈妈的 我妹也是 妹妹也是 对啊 你两个小黑探 去一趟花莲 黑探 回来就变两个小黑探 到蓝宇才是变黑探 到蓝宇才是变黑探 然后呢有个 隐形拖 凉鞋 黑白拖 对因为 我的脚前面是黑色 然后中间是一个白色的 哦 是 我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就很 哇 我带来雨还被晒到黑白眼皮 超夸张 黑白眼皮 你有带挖镜是不是 不是 我是双眼皮 所以被晒到黑白黑白 是 你们兄妹两个真是人生都不白活 然后呢 我觉得最悲哀就是 我还是在花莲 我竟然忘记把那个防晒乳上面的瓶盖 关起来 然后呢 然后呢 我的钱包全部都是那个防晒乳了 哦 你的 然后那时候的那个 那个盖子还留着 他说 哇 你 天哪 哇 你也很特别哦 你的这个防晒乳都放在钱包里哦 对啊 因为没有地方放 我觉得放在杯子包里面好累哦 对啊 那个东三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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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香倒柜 三香倒柜的 对 要找他吗 还是 找他 要找他 结果找到了 连里面的防晒乳 就通通都找到了 在钱包里面 大家就是在你的钱包里面 然后我是把盖子留在那个桌子上面 哇 那你的钱包里面的钱不都在防晒乳里面游泳吗 没有 八分格 哦 八分格 它是有三个空间 是 刚刚一个空间 完全是那个 防晒乳 哦 哦 哇 那 一点悲剧 你现在几年级 四年级 四生五 四生五 对 那你要注意防晒哦 夏天要来了 呃 其他我可以不不用怕啊 我为什么不用怕 因为我记忆快要晒黑了 哦 又要晒黑了 真的 会晒黑没有关系 但是防晒 因为现在 这个空气 这个大气里面有很多的紫外线 我们的这个村长城破洞了 所以出去还是要防晒好不好 反正我还蛮熟悉的 哦 是吗 对啊 好 好 谢谢你今天打电话 进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诶 是的 今天呢 要告诉大家 两个有趣的新闻 台北市教育局推行了 校园洗食厨鱼 以及废油再利用计划 台北市营销国小学生 在营养师的带领之下呢 将午餐的厨鱼废油回收 做成环保肥皂 放在学校的洗手台 取代洗手乳 也有学生带回家当洗碗皂 听说蓄油的效果非常好哦 营养师说呢 环保的肥皂 只用简单的油 造机和水制成的 它是不会伤害人体 也不会污染环境 同学们分享 第一次制作肥皂的经验也说 轻氧化钠 倒进油里面 会飘散一股臭味 然后要一直搅拌 一直搅拌 觉得自己好像巫婆 在煮神奇的毒汤 这个很不错耶 就是你把这个 我们厨艺里面有很多废油啊 对不对 这个 现在的食物都很油 然后你把这些废油 你要处理 很难处理 油要倒在海里 倒在河里也不对 你把它回收再利用 变成一个环保肥皂 也是很好的 那么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是 偏乡小朋友 常常需要帮忙家里料理三餐 儿童福利联盟规划 儿童一日家世课程 传授偏乡小朋友烹饪能力 以及厨房安全知识 从事偏乡儿童服务的 王主任说 在访试的过程当中 经常听到学校老师反应 小朋友在家里面 需要帮忙煮饭 甚至料理三餐 但是大人们因为忙于工作 无法指导孩子做事 所以儿童福利联盟 设计了这个烹饪课程 也请主妇联盟的讲师 教大家认识食材 透过儿童绘本 还有食物香精的实验 试闻了五颜六色的香精 并且用香精调配成饮料 要让小朋友 认识食品当中的添加物 要知道如何能够吃得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像太阳怒吼 征服每一片天空 如果我可以选择 我想要创造新的地球 现在听到这首歌是王杰哥哥唱的 像太阳怒吼 如果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好好做防晒 我们就不用跟他怒吼了啦 是不是 那刚刚聊到了防晒防晒 讲了这个到底防晒 原来他是要几个小 一段时间就要补充一次 对 如果说是在户外 或在水上活动里会掉的时候 其实要补擦 是要补擦的 对 那男生跟女生擦的防晒有没有不一样 其实没有不一样 那大家体会 有些男生通常不擦防晒的理由是说 我觉得黑黑的看起来很有男子气概 很man 那我就不要擦 是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 防晒主要的目的 不是避免晒黑 是怕晒伤 是 晒伤 那也许很多人会有这种经验 比方说你去从事活动 比方说男生打球 你打一整个下午 你可能全身其他地方都还好 可是你肩膀 脖子后面的地方 你会晒到红红的热热的 那有些人可能真的打太久 可能你会觉得到第二天起床 他红到变黑 次次的 次次会脱皮 那你想想看 那种状况跟你手 碰到热水烫到 其实是一样的 哦 其实就是 对 晒伤其实就是跟着伤 烫伤是一样严重的事情 大家不要觉得只是晒在太阳而已 是哦 对 而且哦对很多女生来说 他们可能花很多钱 什么拉皮啊 擦 擦抗皱保养品啊等等 但是 大部分的皱纹都是晒出来的 是晒出来的 对 真的吗 不然你想哦 全身上下的皮肤 为什么只有脸会有皱纹 哦 为什么 因为脸会接触到太阳 对 还有呢 是手臂的前侧最多 对不对 你说像你身体 其他躯干的部分 或者比较不容易晒到太阳的部分 你会发现其实几乎都不大会有皱纹 对不对 是 对所以其实皱纹是被晒出来的 再过来其实更严重就是 如果防晒 或经常晒杀的话 很容易会得到皮肤癌 皮肤癌这真的是 比较严重的事情啊 那不过因为 像哥哥呢 平常不是那么喜欢擦防晒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 我觉得那个防晒好油哦 现在基本上 可以买到擦起来 几乎跟水一样的防晒了 哦 因为现在防晒技术 跟以前比进步很多了 所以说 不会那么这样 觉得厚厚的一层在身上 不会不会 现在防晒都可以做到很清爽很薄透 是 不过这个除了这个防晒 而且大家常说什么 防晒到底要怎么挑呢 这个什么什么细数 什么什么SPF 什么什么加加加加 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细数哦 通常我们最早看到SPF多少多少 比方说SPF20好了 是 SPF20的意思就是说 它可以阻挡 20分之19的紫外线 20分之19 好难算 大概就是阻挡 差不多95%的紫外线 对 所以细数越高 它可以阻挡越多嘛 像到百分之 像SPF50的时候 是可以阻挡50分之49 就阻挡掉百分之98 所以 其实像哥哥 因为我很喜欢冲浪啊 然后玩三帖啊 从事这些户外运动 然后我现在其实有看到一些 国外进口的牌子 它是有号称 防水 防汗 然后 因为你在比赛 你在跑三帖过程 你不可能 这个一直补 然后那个呢 它就有做到SPF 还有到100的 其实你看哦 我们先讲 分两段讲 第一个 我们讲防水防寒 那的确有必要 那怎么做到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想象 是在防晒里面加胶水 哦 所以它就会 就是会附着在你皮肤上嘛 反正整个黏住了 对 那那种防晒 通常你在清洁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能用卸状的东西把它卸掉 那SPF的话 刚刚像哥哥讲 SPF100 100也不过阻挡是 一百分之九十九嘛 就百分之九十九 SPF50是百分之九十八 SPF20是百分之九十五 你会发现 你感觉好像SPF多很多 是 但其实它只从百分之九十五 到百分之九十九而已 才多百分之四 哦 所以那个其实 所以重点 是你 差了多少在身上 哦 还有补得勤不勤啊 还有补得勤不勤快 对 所以使用方法 比那个系数来的重要很多 原来是这样哦 那 害很多人还 还很迷信 有没有 直接去买那个系数 一百的 对啊 那如果说 假设你买 系数一百一百二的 你说啊 这个东西很棒 我只差这么一点点 那还是没有用的 通常正常来讲 我们说要达到 它防晒宣称的效果 大概每平方公分的皮肤 要差两毫克 那是 这很抽象 对不对 举例哦 以一张脸来讲 大概你那个防晒乳结在手上 大概像五十块铜板这么大 哦 要这么多哦 涂在脸上 我相信 大部分 九十九怕的人 不可能涂这么多 真的好多哦 如果以全身 如果像说像个人说要去冲浪 三天 你要涂全身的话 大概一次 你就要把一整瓶 三十 三十毫升 四十毫升涂光光 我相信大部分人涂不了这么多 所以重点 是在补差 哦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涂那么多 对 那你 才要一个小时 去补一次嘛 那有点是在效果比较好的时候 是是是 哇哦 原来这个防晒还有这么多学问 而且 防晒还要用卸妆 对 如果是防水防汗的 防水防汗的 特别要卸妆 因为刚刚不是说 他就好像浇水 他就把你的皮肤堵住了 结果不长皱纹 长了很多痘痘 我要像太阳怒红 人间有没有英雄 把所有的梦打破 把黑暗丢开 让阳光走进来 我要像太阳怒红 征服每一片天空 如果我可以选择 我想要创造新的地球 我要像太阳 我要像太阳 不要拒绝 不要拒绝 不要心慌 爱怎样就怎样 和阳光约会吗 森巴 森巴 闪亮的梦 阳光三把来自 叶爱玲姐姐的歌 这个跟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 在夏天的时候 出门走 就是出门走走 然后从事户外运动 我觉得晒太阳的感觉 是很舒服的 对 其实好像刚刚刚在讲防晒 好像感觉阳光是万恶的 大低 对 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 适当晒一些阳光 可以促进体内合成 维他命低 然后促进盖子的吸收也是有帮助的 是 不过就像刚刚讲 要记得千万不要晒伤 过于不急都不好了 对 那像有些比方说 现在通常新手爸妈 很喜欢带小朋友去公园晒小孩 晒小孩 对 晒小孩 对 那通常我们会记得提醒他 小朋友肌肉很嫩 所以 要特别注意防晒 那通常两岁以下 我们会建议尽量选 纯物理的防晒 会比较好 纯物理 物理性防晒跟化学性防晒是什么 你就想成物理性防晒 我们打个比方 就好像在擦粉一样 它是靠物理性的粉末 氧化性二氧化态 把皮肤盖住 阳光就被它反射掉 就没办法伤害到 化学性防晒呢 它是利用一些化学成分 它会把紫外线吸收之后 放成热能 对 那化学性防晒好处是什么 通常过往很多人不擦防晒 是因为觉得防晒擦起来会死白死白 对 对 那是因为以前粉末不够细 就物理性防晒 那化学性防晒它是没有颜色的 擦上去你不会有那种 那可是化学的东西擦在身上太多 好像也不好吧 现在来讲 以现在的基础来说 它其实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不用太担心 而且其实现在大部分擦的防晒 都是二合一的 物理性加化学性防晒 都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晒效果 对 那最后呢 再提点大家一下 这个防晒要注意的 第一个 就是一定要补充 一定要补擦 第二个要记得一年四季全年无休 太阳没有再跟你分四季 对 然后要记得的就是 不要以为擦的防晒就无敌 你可以躲太阳嘛 比方说像 比方说早上 上午12点到下午2点 通常是我们说 太阳最大的时候 最强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在户外走来走去 是 哇今天好谢谢 这个谢博士 谢谢谢博士 好多谢哦 来跟我们讲 关于防晒的事情 原来我们有这么多 真的都不懂的事情 防晒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 我们今天再次的谢谢谢博士 谢谢向哥哥 谢谢各位听众 今天强强棍点唱机 是Steven想要点的歌 他想要点王力宏 不可能错过你 Steven说这首歌要送给 即将要结婚的老婆 也想告诉亲爱的老婆 非常谢谢你 当自己的另外一半 希望你们两个人 能够开心的 面对未来的日子哦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 就能让我自在 忘掉牙牌 对空气是大大 点缘很坏 就是这个时候 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 就在这个时候 阳光跟着洒下来 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 不可能错过你 缘分这件事又够奇怪 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却天涯爱 不可能错过你 爱情总教人 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只要是只要一直在 今天向哥哥很开心 能够跟谢博士 讨教了很多的问题 也再次的谢谢谢博士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有时候只需要 一首歌就会 想看年来 忘掉不自由 钱会花很多 朋友则怪 有时这个时候 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 又在这个时候 彩虹跟着跑出来 那是你的微笑 和你的爱 不可能错过你 缘分这件事又够奇怪 我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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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错过你 爱情总教人 我不期待 像我愉快 monument 只有uckle اور 只有只有只 kungnan 感悲 感惊好转的心情 就见海�'飓 飘过来 过去的 be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其實有夠奇怪 我不期待 就天要在意 不可能錯過你 愛情中教人 我不期待 只要我一塊 只要自在意 Break it down Hey there, how are you doing? Are you gonna speak English? 那講中文 可是我的中文也不太好 對,而且你的笑話我都聽不太懂 不好意思 有時候只需要一首歌 就能讓我自在 忘掉要派對 空氣是大大 點源很壞 就是這個時候 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開 就在這個時候 陽光跟著灑下來 看見整個城市在戀愛 不可能錯過你 緣分這件事有夠奇怪 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學偏要來 不可能錯過你 愛情中教人 我不期待 我不期待 多麼愉快 嘿嘿 只要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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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時候 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開 就是這時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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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